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会合的时辰快到了 我们抄小路 尽快与金阁令会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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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你还没给钱呢 展开 客人 那个罪魔竟敢挡到 真该好好教训他一下 此人会武功 与他纠缠肯定会耽误正事 眼下最重要的是迎接国师进程 拗政策封大典顺利进行 赶快与派去的人会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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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什么 让开 不不 不要杀我 我就是个道士啊 我得不希望你 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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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奉向国大人之命 在此接应 走 何人在此装神弄滚 开滚 别杀我 别杀我 荒唐 荒唐 朕的摆祭司个个都是高手 而且派出去的都是精锐 居然保护不了一个天机仙人 难道说朕的侍卫都是废物吗 天机仙人死了 朕如何求神问天 处理国家大事 是臣护卫不力 罪该万死 陛下 摆祭司格令金圣南 玩虎之首 臣 请陛下免去金圣南格令职务 交由刑部 重处 陛下 金圣南自担任百祭司格令以来 屡见其功 今日 刺客能在百祭司的眼下行凶 可见此人身手不凡 卑等贤之人哪 再者 他为何要行此过失 其中 必有技巧 你的意思是 此案 关系重大 可让金圣南代罪立功 捉拿凶手归案 陛下不可 金圣南大过不乏 只怕百官不服 赏罚不明乃大计 称陛下明察 这 陛下 臣却有失职之罪 请陛下宽限数日 臣必定破案 金圣南 恐怕 你是借机畏罪前逃吧 魏相国 我遵你是当朝相国一直忍着你 你别得寸进尺 别人怕你我金圣南不怕 百祭司直属圣上节制 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放手 陛下 金圣南竟敢训斥当朝相国 这是何等的目无尊备 臣 恳请陛下 将他问罪 相国大人此言差也 凡事有因才有果 若不是你出爷污蔑金阁令要逃走 何以遭此恶言呢 陛下 我愿意为金圣南担保破案 万万不可 陛下 好了 吵什么吵 朕的鱼都让你们吓跑了 金圣南 朕给你七天时间破案 如能破案将功补过 如破不了案 二罪归一 你看如何 臣愿意 七日之内 一定让陛下满意 相爷 出去 把银长功叫来 是 相爷这是怎么了 陛下想册封凤领山紫阳关天机子为国室 掌管四天台 这可是可以借着天意左右皇上决策的职位啊 是啊 我倒是有个主意想献给相爷 利用百祭司的卧底 在护送天机仙人的路上 我们除掉这天机子 再由我 装换成天机子 做成这国师之位 如果我们偷天换人的计策能成功的话 大唐的命运就握在相爷的手里了 你看 不好吗 先生名为技高 果然技高一成 相爷过奖 好 拜见相爷 快快请起 谢谢 长空啊 我昨晚上想了一夜 也没明白 你说 这鬼面人究竟何人 是 坏我大事 回相爷 卑职已经派人去查了 事已至此 就要想办法把技高的尸体 尽快运回相府 在他下葬之前 不可露出破绽 什么 七天破案 圣上糊涂了不成 思思切不可胡说 刚登基时的圣上 秦政爱民 深受天下人拥护 只是这些年奸享得势 圣上广受妖人蛊惑 才变成这个样子 我查案期间 百祭司日常事务 你要多费心了 姐姐 我跟你一起去 离开今天 就一一步说了 伯父大人 起来起来 伯父 我 圣南既然答应七日破案 就一定会竭尽所能 一定不会让那个奸相小瞧 你看看 人家魏宝恒不管怎么样 也是当朝宅相 一口一个奸相 看你这个皮静 以后 谁敢娶你啊 只有能接住我秀丽乾坤的人 才配做我的夫君 一般人我才不回家呢 不聊这些了 这件案子并不简单啊 你打算从哪里查起 我打算先去验尸 然后再沿路看看 有没有新的发现 好啊 不如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以后他帮助你的话 我会更放心 叔叔大人 您要推荐的是什么人呀 这个人叫罗丛楼 当年呢是我手下 不用了伯父 我一个人可以的 多一个人 我反而觉得不方便 你爹啊一辈子吃亏 就在这个卷子上 你的脾气跟他一模一样 以后啊有你吃亏的时候 好了好了伯父 如果我真的遇到什么困难 一定会找那个 罗丛楼 罗丛楼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都喝了我们好些酒了 我们这个小本买卖 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 拿酒了 就是这个无赖 天天在这喝酒不给钱 报上你的姓名户籍 听到没有 闪开 大胆刁鸣 警官拒捕 杜平 帮我付酒钱 帮我付酒钱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不认得我呢 罗将军 退下吧 杜平 参见罗将军 掌柜党 快拿酒来 最近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全城都戒烟了 今日国师被刺了 一箭致命 据说他的伤口十分奇特 陈水波蚊状 水波蚊 是 我 是 是 我是百基斯格林 我要验尸 快放行 请格林等待 我去禀报 滚滚开 大胆竟敢擅闯相国府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伟相国 你擅自把国师的遗体运回相府 你又是什么意思 我可是奉了圣上之命 为天机子守灵 你敢假传圣旨 难道 这也是假的吗 你 本相大人不计小人过 也验你破案心切 才敢闯到我家里来撒野 还请金阁令回吧 送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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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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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不是 站 剧 我 报üler 看来要重新布局 请师父派我进攻刺杀狗皇帝 我一定成功 你是我的最后一步棋 让我再考虑好了 你武功最近练得如何 每天苦练已经有了成效 好 以我为目标练给我看 以你这种程度还差得很远 记住 机会只有一次 能不能为你全家报血海深仇 就看你自己 什么人 站住 去了 登起 马龟 前儿 走 你自己帮忙 你来吧 其实可不是 自己的 下ından 毕竟 是你 姐姐 我们追 不用追了 可怜 这是谁啊 是那个酒鬼 他 尸体伤口呈现水波路的 秋水剑所指 秋水剑 属下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秋水剑原是开国大将李靖佩剑 由缅铁织精组成 其剑风薄如蝉翼 挥动之下剑风颤抖 会在伤口处留下水波纹状 因而得名秋水 此剑现在在何人手上 裴玉 裴玉 难道是被称为 天下第一剑客的裴玉 思思也听过此人 如雷贯耳 这裴玉年少称名 若贯之年便横扫三山五月 是武林公认的第一高手 若凶手真是裴玉 恐怕我们几个不是她的对手 要不要听司徒大人的 去找那罗重楼相助 不必 那裴玉 还能有三头六臂不成 全力追卡裴玉的下落 是 金盛南昨夜施谨未果 想必不会善罢甘休啊 本想把尸首好好看管 以免露气 现在倒 反成了鸡肋 一定要想出个办法 来解决掉尸体 我来解决了 我来解决了 你 我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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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裴玉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自古英雄南国美人观 这裴玉啊 也是好色之土 裴玉在文风阁消息准确吗 白天已经放出多条眼线 确实可以确认 姐姐 那我们这个办法 真不引裴玉在此现身 不管怎样 我们只有六天时间 独一吧 老宝子 赶紧让花魁丰姑娘给我出来 哎呦客官 凤姑娘不得了 我来解决了 老宝子 赶紧让花魁丰姑娘给我出来 哎呦客官 凤姑娘不得了 我本来是想把她们拦住的 凤姑娘 我本来是想把她们拦住的 可是她们硬要往里闯 怎么拦都拦不住啊 各位 这是后宅 请去前院把酒演还 我就是来找你 对酒当歌的 凤小姐果然花容月貌 名不虚传 陪玉 是我 是我 秀李乾坤 你就是白济司的格林 靳盛楠 正是 陪某不愿与女子交手 你们走吧 你 这不见 你就是罗充楼 裴玉 我找你好难啊 罗兄今日大漠神枪不在手 再会 拿命来 看 我输了 罗充楼 今日你大漠神枪不在手 我胜之不悟 为了你 我的秋水三年没有出枪 我们改日才约 不用追了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你为什么要放他走 那裴玉涉嫌朝廷一桩大案 既然你也和他有过节 不如我们联手对付他 如何 没兴趣 你为朝廷办案 我给自己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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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罗充楼的底细 我全调查清楚了 都在这儿 原来罗充楼的妻子被人所杀 也是秋水剑所致 而且伤口呈水波纹状 罗充楼故意透露秋水剑的线索给我们 是为了利用我们找出培育的下落 想不到姓罗的身上还有这段隐秘 不对 那个杀手或许不是裴玉 为什么 裴玉从说 秋水剑三年为出鞘 我相信裴玉这种人 是声语大于她的性命 她没有必要撒谎 如果凶手不是裴玉的话 那尸体上的水波纹伤口 怎么解释 陈龙 你回百祭司叮嘱那奸相 此次你去追查所有和秋水剑有关的线索 是 案子越来越复杂了 凶手究竟是谁 那奸相一再阻挠我淹尸 其中必有蹊跷 裴大哥与罗充楼真的难免一战了 秋水剑对上大漠神枪 大哥有几分胜算 怎么回事 高手对决 胜败只在好里 也对得起我这个剑客的宿命吗 那大哥为什么不告诉罗充楼 你并没有杀害他的妻子 避免这场争斗呢 陪某医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跟真正的高手过招 我怎么能放过几次机会呢 真不忍心看到你们决战的那一幕 其实我才担心的是你 裴 裴大哥怎么对我这种疯尘女子这么管兆 因为每次看见你我都能想起一个故人 裴大哥给我讲讲吧 我真的很想知道 方言斌 你妄言朝政 诋毁圣上和相国 圣上有旨 杀无赦 快走 爹 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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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快走 我杀对那帮抹灭人之后 原路再去找那个姑娘 可是却 怎么也找不到她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每次我看见你 就像看见那个姑娘一样 裴大哥 我真的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我先走了 肚子 是一种术 抓起来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金城南哪 让他出来 本相一再忍让他 他竟然受我相府 还毁了国师的遗体 本相要带他面见圣上 相国大人一定是误会了 这不可能 误会 他们亲眼所见 难道也是误会 没错 我守护灵堂 着火的时候 我亲眼看见金阁里 从里头出来 铁证如山 让他速来领罪 相国大人 何令不在 不在 是 是为罪潜逃了吧 人 是你们百姬寺的人 你们就应该立即 缉拿金圣南 如有包庇 我将 禀明圣上 一头问罪 是 有 他们的 的 我们的 其他人 没有 怎么做 伤生 一路 我 是 就 吧 那 还有五天就到了皇上给你的期限 可此案复杂 不会这么轻易就大败于天下的 可这一旦过了破案期限 均无戏业 我怕 我死是想 可朝野动荡这才是大 况且此案还与天王宗余孽有关 我不能不查 嗯 那您下一步如何打算 既然死的天际线人是假的 那真的在哪里 别鬼鬼祟祟的 名人不做暗示 出来 你来这儿坐什么 我想请你帮忙查案 你查你的案子 与我何干 三年前 江湖出现一个庞大的组织 名叫天王宗 其教众之多规模之大 视为罕见 就连许多文武官员都纷纷加入 天王宗打着道教旗号 背地里干的却是谋朝篡位之事 最终朝廷派兵围剿 而当时的带兵将领 就是你 罗崇楼 你还知道什么 在围剿天王宗总部时 你中了埋伏 身受重伤 而你的手下 也就是你的妻子云柔 为了救你而牺牲 当时云柔正是心口中了秋水剑 所以你探查灵堂 就是为了看看 是不是持有秋水剑的仇人 又出现了 在你看来 谁持有秋水剑 谁就是你的仇人 但是我们查明天王宗曾经绑治国的秋水剑 这样以来 你的杀妻仇人或许不是裴玉 天王宗的宗主叫李朱瑜 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谜 没人见过他的相貌 那为什么李朱瑜和裴玉 就不能是同一人呢 我只是怀疑 猜测有这种可能性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只希望你能帮我查案 你不用废话了 走 你就是一个用酒逃避的懦夫 你也不想想 你不查清楚原因就和裴玉 数字相拼 万一你错杀好人 岂不让真凶逍遥法外 如果你被裴玉杀死 你有何面目面对你妻子的在天之灵 你个蠢货 你给我滚 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 你多次跟踪我给我线索 让我引出秋水剑裴玉 不就是为了找到真凶吗 现在有了真凶线索 你还在这醉生梦死 明天一早 我去紫阳关查询线索 我希望你与我同望 姑娘 快走 胡子君 上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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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谁 你想不想报仇 我的仇人是皇帝 我只问你想不想报仇 想 好 从今天起 你就是长安城 门风阁的花魁 凤霄霄 我会传你武功 待时机成熟 给你首任昏君的机会 陪大哥对不起 我 我还有薛寒深仇没有报仇 我不想连累你 启运宗主 西深南已经查到我们仿造过秋水界 大势将近 不能让人怀疑到我们天网宗 宗主有何打算 欲蚌相争才能渔翁得利 你来做什么 我随师父练武这么久了 连你的真面目都没见过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只需要知道你要杀的人是谁就行了 为什么要陷害裴玉 怎么 心疼了 如果不是我 你以为你可以在闻风阁保持清白之身 你以为裴玉会看得上你 如果不是当年我救了你 你早就死了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方灵霄 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 但是裴玉与此事无关 而且我能看出她对我的真情 请您放过她 什么时候了 还敢贪落儿女私情 好好练你的武功 过不了几天就用得上了 凤霄霄小姐 走 是贵妃娘娘 什么 你等的那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 是不是很兴奋呢 驾 鱼 没想到官道上还能捡到这只飞扬 盘颤真不少啊 咱们不就结个财吗 还把个人抬回来做什么呀 咱寨主现在可打着光棍呢 要是看上这个小娘子 留在这里当鸭寨夫人也不错呀 想得美 靠身 窃 傅主 傅主不好了 何人再次喧闹 原来是个女娃娃 你就是债主 正是本座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本座面前瞎闹 有种就下来伸任手 别在那装神弄鬼 老夫几十年都已经被出手了 出手必须也有成河 好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座的神功 知道本座神功的厉害了吧 念你年幼无知 放你下山逃命去吧 那就多谢债主宽宏大量 帅死我老叔 你这个小娘哪儿 你敢偷使我老叔 看我怎么打死 要不是我老孙这几年跑多拉西 伤了元气 我不打死你的腿 你要啥就啥 修人算什么本事 我一个到了爷们 老被你这样踩着 我老孙以后还混不混啊 你干脆杀了我吧 你干脆杀了我吧 二十年以后 你行为员员又死一条好孩 好 你个仓库 那我就尝尝你 你来见他 你来见他 住手 卢松楼 好 师父 师父 师父救我 这小娘不然杀我 姓罗的 那个熊包是你的徒弟啊 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当年我奉旨剿匪 见熊大本质不坏 也没有干过什么奸淫烧杀的恶事 我便放他一晚 谁知 他死皮赖了要拜我为师 我就口头答应 收他做了记名徒弟 你别看他武功不济啊 那些装神弄鬼的法术 他最懂了 师父 师娘 怎么样 这韭菜准备得还行吧 别忘了 你叫谁师娘 你再敢胡说我帮你的皮 我师父那是武功盖世人品第一 最重要的意义 我跟你说 他用钱穿一啊 看上你啊 是你的福气 你 是不是师父 不得无礼 这位是百祭司的靖阁令 罗松楼 你来这儿干什么 昨夜你说要来探查紫阳观 熊大呢 占山为王 结交江湖人士 他的消息最灵 我来这儿是看看 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没想到 他的喽啰把你生情上山了 什么生情 我 我这 我是故意上山借机剿匪 就他这三脚猫功夫 我几下就帮你教训他了 是是是是 你是我师娘 你可以教训我 你要不是我师娘 那可不行 师父 师父教我 师父 师父 靖阁令 这熊大随性之人不懂礼数 况且 我们还得指望他打探紫阳观的消息 就由他瞎说罢了 你不是还固执地相信 培育就是真凶吗 现在想清楚了 这件事 我一定要弄清原味 说过哪 听说离开 他也讨论了 他也讨论了 他不想jour 你这些奇怪的 怎么贵贵四岁的 我一定会再听一下 不觉着 你瞎开 你瞎开 你真凶 就是现在 你瞎开 你瞎开 来 我让你安排凤潇潇进宫的事可准备妥 已经按照宗主指示 打通一切三天后即可进宫 好 好 谁 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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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啊 什么消息啊 你是我啥人啊 我不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是我师父 你说不说啊 你说不说 你说不说 说不说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有骨气的 打死我都不说 好了 快说 我就不告诉你 师父 没想到天机子真正修行的地方 不在紫阳观 而在这麒麟洞里 看来雄大消息有误 这里不像有人的迹象 宫后二位多时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果然是那奸象的阴谋 看来天机子早就被你们杀死了 哼 给我动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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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生楼 谁 姑娘 莫慌 数日之前 平道被一伙强人所于此处时 就已算定 今日 六瑶皆急 万事都有转机 你是什么人 平道 天机子 老熊 慢着 老熊来也 师父 没事吧 没事 还撑得住 我还以为来了个什么高人呢 给我上 别管他啊 老熊刀快 别管 你回来干什么 我不能看你死我不管 好你个不知死祸的丫头 以前念你是朝廷命官 我让你进来 现在你就是个通缉犯 我还怕你 杀了他们 老熊 我们放开 四手吧 上 师父 撤 撤了 师父 师父 来来来 解决掉 这银长空城够歹毒 道上居然有毒 师娘 我师父这纯粹就是为了帮你 才弄成这样的 要不然他躺这浑水干啥呀 幸亏我熊大经常被他解毒药 要不然呀 到时候你就是想嫁给他 人没了 行了 熊大 今晚我来照顾你师父 你去加强戒备 以免向武兵来偷袭 行 师父 照顾好了啊 日子 马上 约我 来 他也乱缴 他也让你看到 李小学 他也没? 他也没? 近页下眼 前线护带来消息 小学 修益下眼 海岛 他也不江軒 也不江轮 好 你 好你个金手男 还真是阴魂不散哪 你 立即持本相令牌 前往神奴营 是 金圣男啊 金圣男 本相 绝不能让你活着回到长安 你醒了 感觉好些了吗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中了毒 还好熊大有解药 今日 我们带天机子回家 可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啊 还是等你伤口好了再走吧 好 那就晚了 还有三天 就是圣上给你的最后期限 如果我们不能把天机子带回去 你就有生命危险 是 重楼 要不休息一下再走吧 时间紧迫 本楼要紧 驾 革灵 陈龙 你怎么来了 我来建议你们的 要不休息一下 哦 你怎么办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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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司还有别的任务 所以我就一个人来了 贼没鼠眼 说话吞吞吐吐 一看你心里就有鬼 胡说 玉 玉 司司 我去 司司 司司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司司 司司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司司 司司 司 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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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司司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快找个电话给他治疗 要不先回飞凶寨吧 好 师傅 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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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帮不上忙 师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呀 在这儿陪陪她 回来 你给我记住 以后不许再叫人家师娘 行行行 不叫 不叫 好吧 别生气啊 我走了 师娘 阁令 不好了 这里被相国府的人包围了 什么 你在这儿看着思思 丛龙 手下败将 还敢来送死 送死 要死的恐怕是你们吧 今天 我要为我这些眼睛报仇 走 诸葛连弩 是神陆明 就会马可达了 不要怪我心狠 要怪 就怪你自己多事 不留活口 给我上 不留活口 给我上 一千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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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跑 想跑 没想到这臭狗熊还有这能耐 多谢师娘夸奖 不好 陈龙 死啊 死死 死死死了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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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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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所 死死死死死死死 谁干吗 死死死 不知道 一个黑人突然进来 我防备不羁 结果死死他 还能有谁 亲像狗贼 不杀游戒正在师父为人 师父 你干吗带我来这个废墟啊 这里是天网宗的旧址 当年天网宗被剿灭的时候 这里被一把火烧尽 不过他的势力很庞大 总谈肯定没这么简单 熊大 你精通机关之法 你去四周看看 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放心吧 师父 还没有什么机关能帮过我老熊的 来 师父 这里有个按道 北宝恒 欺君往上 陷害忠良 资免去相国之职 交由刑部查办 金圣南虽捉拿凶手未果 但念寻找天机子有勾 不欲定罪 免去百祭司葛岭 交由陈龙 领葛岭之职 紫阳关道人天机子 腹败国师 执掌思天台 亲载 来 遵旨 起来 国师 历经凶险 欺能逢凶化疾 实乃我大唐之幸 正请国师瞻母一挂 归言我大唐之国运 诱我江山永固 禀陛下 国之运势上成天意 因果万千 非掐指之间可以算出 贫道需在宫内设下祭坛 广据方外道友一同做法 供天书于祭坛之上 带极日开启天书 上成天意 行 带凭国师做主 快下吧 我要见司徒大人 请我进入禀报 好 圣上周奉才人进宫 协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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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了 等这三炷香烧尽 答应你的事 我就做到了 协谣协谣 协谣 你醒醒 醒醒 协谣协谣 协谣 谁看的 谁看的 孙凯 我在哪儿 我在哪儿 你说 你不会有事 答应我一个人 孙凯 好 我答应你 我 我什么都答应了 我要你 我三个人去哪儿 不能有家 什么 你答应我 好 好 我可以 孙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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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明白了你的良苦用心 大漠神枪 沙场凶器 怀仇恨之心辞职 必会陷入疯狂 了 孙凯 如果我有枪 恐怕 早在三年前 我就和培育同归于尽了 谢谢你 什么 现在 真凶为常 今晚 我誓死为你报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禀皇上 凤才人到了 进来吧 其余人等都退下 遵旨 你就是文风阁的花魁 凤潇潇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什么花魁 凤潇潇 我是卢州刺史方言兵之女方凌潇 专门威娶你这昏君苟命而来 大胆松霄霄 竟敢席自身上 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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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此人刺杀皇上 罪大恶极 卑职正要将他拿下 陈龙 你那一刀分明下的是死守 这么急着杀人 难道是要灭口吗 格林玩笑了 我刚刚也是起火冲昏了头脑 一时没收住手 陈龙 你看这是什么 他为何会在死死手中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就是白济寺的内鬼 我一向器重于你 把你当自家兄弟 你为何会干出这种谋逆之事 我陈龙也是有大志向的人 跟着你继胜男 一辈子在白济寺当个小卒子 我不甘心 真可悲 继胜男 我原本不想杀你 这是你自找的 就凭你陈龙杀我还不够资格 还是让你主子来了 这样一场好戏 想必你不会错过 既然来了 就现身一剑吧 住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我的家里 订阅 你嫌疑 不是 在我的家里 就是 我们有点 并不想 家里 被这样子 我 我 靳阁岭这样的人才 就这样杀了 实在可惜 现在皇帝已死 倒不如归顺于我 待我坐上皇位 必然要重用于你 笑话 就凭你这装神弄鬼的妖人 怎么可能篡夺皇位 痴心妄想 靳阁岭 请你仔细看看 我就是国师天机子 感谢靳阁岭亲自把我 接入宫中 如今昏君已死 待明日尘时 天书开启 天下之人还有谁敢不服 谁说朕死了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 竟敢行刺于朕 小姑娘好厉害的飞刀啊 哈哈 哎 哎 哎 嘿嘿嘿 我说不可能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不是那个皇帝 拜见师娘 你不是要开天书吗 不用等明天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开 就你那小把戏啊 那是我老熊二十年前玩剩下的 那是我老熊二十年前玩剩下的 好阴险的手段 明日天书一出 再加上陈龙武力威慑 说不定真就随了你谋朝篡位的心愿 你说是不是啊 天机子道长 或者应该称呼你 天网宗宗主李朱瑜 昏君没死又如何 我的人早已随你们迎接我进宫之际潜入 现在 整个皇宫都在我李朱瑜的掌控之下了 陈龙 发出信号 武力逼宫 是 宗主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行动 不用再等了 你的党羽糟已经被拿下了 这里已经被我的人重重包围 你插翅难逃 谁啊 看见没有 这展示我师父夺我的英俊小范 罗充龙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一场引蛇出洞的好戏 死死的死 可能跟陈龙有关 这事没那么简单 能布下这个局的人并非等闲之辈 连陈龙也没有这个心机 会不会和天罗宗有关 会不会和天网宗有关 明日就是你负命之时 看来我们得走一步险棋了 你我兵分两路 你带天玑仙人进京面胜 我与熊大聚天网宗的废墟 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 天玑子本是你天网宗一员 你设计此人 亦在让其接管四天台 理应外合行谋逆之事 不料这一计划 却被立于熏心的相国 无意间破坏 天玑子被杀死 无奈之下 你李初渔倒是当即杀死相国 派来假冒的天玑子 造成满朝恐慌 你借机浑水摸鱼 亲自假扮天玑子 借我之手扳倒下来 同时把你接进宫中图谋逆室 我说得对吗 本尊当年得岭南一人传宫 三十年来 巫一日不再苦练 武功早已天下无敌 就凭你们想拿我笑话 那再加上我裴玉呢 你李初渔谋不谋逆我不管 但你敢利用萧萧 我就要讨个说法 别动 别动 放开他 佩玉 谁让你来的 我的事早已与你无关 你走 佩玉 杀了罗冲楼 我保他毫发无损 我再说一遍 拿给你的脏手 我知道你剑法了得 不过就凭你的剑法 想从我的手中 抢走你的梦中情人 未免有点 是人说梦的吗 还有 这凤萧萧 就是当年你救过的小女孩 方灵萧 真的是你 你再不动手 我就让他当场死在这儿 小乔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陪玉 你糊涂 你以为这样就能救凤萧萧 骆兄 我别无选择 没想到秋水战大漠 会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悼 给我杀了她 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革岭 我错了 看在我儿子的情犯上 饶我一命吧 革岭 我错了 看在我儿子的情犯上 饶我一命吧 长谷 大路 兄弟 小婕 我 屁 2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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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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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 9 10 10 9 11 11 1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l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顺利 supplier 普剧派üll优独播何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明白了 好 我就舔他老脸 极客面具 让他改升职 师父 师娘本来就很凶了 你要是再给他干收下 那你可有骨头吃了 你可想好啊 臭狗熊 你不说八道歇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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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明是小乔哦 今天本格岭就和你过过招 看看是你的罗家枪法了得 还是本格岭的秀丽乾坤高明 你想不说八道歇什么呀 我说你不说八道歇什么呀 你不说八道歇什么呀 你不说八道歇什么呢 емся不说八道歇什么呢 把这个孩子放在家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